阿根廷民宿炮轰梅西,他才是国家队教练,爱让自己朋友上场,一场0比3,让阿根廷国家队以及球队核心梅西,都遭受了巨大的质疑,虽说克罗比亚的实力强劲,但是阿根廷在比赛中展现出来的内容,与状态无疑是令人失望的,他们也没有贯彻到主教练桑保利的诈数,而梅西在这场比赛中更是彻底泥湿, 几乎没有什么亮眼的镜头,在大多数时候,镜头总是能捕捉到他散布等球的样子,而对阿根廷队最不满的,肯定是他们自己人了,费尔南多尼布罗是阿根廷著名记者和解说员,他已经解说过六届世界杯,而这位民宿就在最近的采访中将矛头直指阿根廷球员,尤其是梅西,尼布罗直言,阿根廷的教练组已经失去了对球队的控制, 许多球员都已经厌倦了国家队,他们还掌握着国家队的指挥权,比如在凌晨去告知球队主帅桑保利,帕文不会上场等等,随后尼布罗对梅西的表现更是愤怒,他表示,梅西才是阿根廷的主教练, 他决定派自己的朋友上场,别再让梅西带他的朋友马斯切拉诺来了,别再让桑保利继续犯错,梅西之前就退出过国家队,如果他再来一次,那也不是什么坏事, 看得出来许多阿根廷人,对于球队以及梅西的表现,确实非常不满意,当然尼布罗的话并没有证据,不过从世界杯这两场比赛来看, 确实梅西的两类密友阿规罗和马斯切拉诺都首发出场了,不过实际上阿根廷在后腰位置,也似乎也没有比马斯切拉诺更好的选择了, 而前锋位置无论是阿规罗还是依瓜音的效果都不好,只能说桑保利没有带伊卡尔迪是个失误,梅西是否真的拥有国家队指挥权不得而知, 但是如果他不能带领阿根廷走出困境,这样的质疑肯定不会消失,事到如今阿根廷队再去指责谁也没有异议, 他们还没有被淘汰,只有好好备战最后一轮小组赛,才有机会打一个翻身掌, 而梅西如果不能赶快醒来,像自己曾经做到过的那样拯救球队,那他恐怕就真的要被C罗拉开差距了, 世界飞欲选赛的生死战中,梅西用帽子戏法,将阿根廷推进了世界飞,现在他还能完成救赎吗?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